首先呢,我们把这一个模型 从下载一边开始 记得你要先注册账号,然后登录 然后接下来呢,按这一个Download 然后按Download Now 记得看一下它的授权,不要违反授权 然后呢,把这一个档案 附置过来 然后我放到Blender Model这个资料夹里面 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你会看到OK 这是我们的模型 但是我现在是要在另外一个专案里面 引用这个模型,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就不是这样 那我这边我先建一个 我先开一个新的Blender档案 把这些给关了 好,我开一个新的Blender档案 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地方 对不对? 有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要做的是贿入模型的事情 所以我要选择Link或App 那刚刚讲过Link就是如果我这边模型改 那边也会改,那边改了我这边也会改 这个叫Link 那Append是指说 OK,我把模型汇入之后又跟对方断绝关系 那模型就变我的 所以我们是Append 那我们这次要使用的是Append 所以呢,我到这里Blender Model 就是我刚刚那个地方的C的里面Blender 点进去,请注意 这个Blender Blender档案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档案 你在Blender里面点进去 它是资料夹子 那它会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通通都汇入 那 这里我到底要汇入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点股价,它有个股价 你点相机,它有个相机 那我到底要汇入什么? 请注意,我要汇入的是 场景 场景 这个是Blender里面的一个 所有东西的基本单元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场景 等一下再看好了 因为现在正在这边 我把它汇进来 这里有个SIM 以那个模型的专案以言 通常只会有一个场景 那如果有两个以上 你可能就要稍微确定一下 选这个Link Pension Library 这时候你会看到 诶,没有进来啊 Wine F12还是这个地方底 根本就没有剪刀啊 那剪刀在哪里呢? 看一下这里 往下拉 刚刚这里有一个 是我们原本的场景 我汇进来的这个变成 SIM.011 001 这个001 这个就是剪刀 我汇进来的时候 诶,这个剪刀有 可以照得到 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样子 把这个剪刀给 汇到我原本的场景里面呢? 我们选B 可以去框雪 但是我这样连那个灯都选 那所以呢 我不要选那么快 我就按Shift一个一个选 那这样子我选了之后 我按Ctrl-C 就好像剪贴一样 按Ctrl-C 那我也问你 是不是Copy Selection to Barber 我就按4 接下来呢 我回到我原本的场景 我按Ctrl-V 他会问你 是不是要Paste Selection to Barber 你就选4 这时候按SIM 你的剪刀 就跑到你的场景里面了 当然你还是可以把它说想像大之类的 好 OK 那这就是汇入模型的方法 所以你现在有了一个 超厉害的方法 就是基本上 用别人的模型 大家别人都做得很好 就不用自己再很辛苦的重做 那这种动画最慢的就是建模了 那建模一旦做好之后 你要做很多动画就变得相对容易很多 所以请各位去试一下 我怎么样贿入一个模型 然后把它拉到我现在的场景里面 那你可以组成一个你想要的画面 你可以透过刚刚的模型下载 你去组成一个想要的画面 不够的场景自己加 但是外面可以用的 就先用外面